大家好 我手上拿的呢 叫做气动的角磨机 这个角磨机呢 它这里装的都是砂轮片 它主要可以进行一些焊接点的一些打磨 抛光 包括一些除锈 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好 跟电动的类似啊 但是它这个机器上呢 装的都是4寸的砂轮片 直径是100毫米的 而且这个砂轮片呢 是专门气动工具用的 比电动的转速要高 所以要求度也更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很多的机器啊 像这样的 我们有两寸的 这个是直径50的两寸的气动打磨机 这些呢 都是4寸的 我们款式也比较多 也有各种颜色的 然后这一支呢 和这一支呢 这一支是橘色的 还有蓝色的皮套的 这两支呢 是工业级的 齿轮都是进口的 原装进口的 很多朋友会问 我们这个角磨机除了装这个砂轮片 还能不能装其他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列举了三种配件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呢 这一片比较薄的 这一片呢 叫做切割片 它是可以用于来切一些产品材料的 一些管材啊 木材啊 一些材料它们可以切 这个呢 是百叶片 得用于打磨 修编之类的啊 这个呢 是金刚砂啊 它这个金刚砂网呢 它装上去呢 可以进行一些除锈 那我们把它们装上去试试看 我们以这一支蓝色的角磨机为例 这一个螺母是在下面的 我们装上一个切割片 然后这个螺母呢 它上面有个台阶 扣在这个切割片的孔里面 要对准 然后呢 用这两把专用的扳手上下一起把它扳紧就可以了 这个是切割片的操作方式 这个呢 是百叶片 方式都是一样的 都要把这个上面垫片的槽 这个台阶 扣到这个内孔里面 进行固定定位 以防止它跑位 这一口水 但是我们已经仅确定了 现在这一点 就是我们仅确定了 这个长发 扣的铁 这种纸是这种挂